好,这个各位老师大家好啊,那我们今天终于复课了啊,然后呢,根据跟这个贾红巧医生和这个张秘书啊,这个商量啊,我们复课之后就跟这个贾医生就没有关系了啊, 然后所以我们就不再用这个大一经程的名义来继续这个我们最后的六次课了啊,那所以我这个只写了我自己的名字啊,我们这课这个中间遇了点波折啊,从11月18号开始了,那现在历经波折,但是一定会圆满完成的啊, 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九课啊,是大小五匹汤啊,我们今天是啊,新的一年的开始啊,2021年的1月6号啊,如果我这边这个阴谨视频有什么问题,那个请那个刘会长啊,及时通知我啊, 啊,嗯,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今天这个形象的问题啊,不是故意的,我这个,呃,我们家的暖气今天坏了,所以今天这个特别特别的冷,嗯,嗯,嗯,啊,然后那个,所以才会出现,啊,以这个形象跟大家见面的这个问题啊, 啊,不好意思啊,那么我们先从啊,小五匹汤开始,我们来看啊,小五匹汤啊, 啊,抚兴语,武藏用药啊,这个啊,这个啊,伊志彪先生做的这个整定稿啊,小五匹汤啊,至腹中障板,嗯,不能饮食,干藕,土力,卖威而虚者啊,我们先说说这个啊, 啊,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就是这些症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讲是讲小五匹汤,我们说了啊,这个抚兴诀,他的重点是放在用上啊,就是这个用, 也就是我们如果用现代西医的名词呢,我们可以说是放在这个功能上啊,都是强调这个功能,那补匹,那他肯定是匹区,也就是匹的功能不足,匹的用不足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中医基础理论啊,匹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啊,他是匹主运化,他包括运化水谷,运化水师,然后呢,他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些啊,水谷的精微,经过他啊,才能消化吸收,成为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变成气血,那么如果他运化, 运化的功能不足,那么,啊,他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比如说,腹中胀满,不能饮食,这是匹的功能,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匹味的功能,因为在我们这个,啊,就是,这个,伤寒打病论当中,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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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脾又包括了胃 同时也包括了这个大肠和小肠 就是脾胃大肠小肠 他们是一家 那么这一家就出了问题了 谁是代表呢 脏是代表 那脾作为脏 他是代表 那我们知道小胡脾 他实际上暗藏的是就是脏腹的功能都虚了 就是功能上都不足了 那么你也可以说这是脾功能 你也可以说这是胃功能 胃主授纳腹熟水骨的功能 功能不足了以后 他才出现腹中障碍 不能掩饰 那么后面看看这 肝 偶 土 利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 这个不管是偶 吐 还有说恶腻 爱气 这个在我们后世中医 我们都说它是胃气上腻的表现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 就是从脏腹的功能来说 我们可以说前面的这个腹中障碍不能饮食 你可以说它是胃的功能不足 你也可能说它是脾的功能不足以后出现的症状 那么后面的这个偶和这个兔也有可能会出现恶腻 那么它肯定是这个胃气上腻的一种表现 那么后面这个土后面还有一个利 那么这个利肯定是下利的意思 那么这样呢 它可能会就会出现腹泻变糖变软变稀 这些这些类似的相关的表现 我们刚才提到了啊 脾胃大肠小肠啊 它都是这个一家 胃家嘛 啊 那么这个它这一家在肠腹上功能出现了胃肠 这个问题了以后 我们都知道这个肠腹它的功能啊 尤其啊 在这个就是小肠 它有一个特别的叫必别清拙的功能 对吧 如果这个功能而大肠呢 它就有一个吸收这个水分的问题 有人说话 声音断断续细 别的同学也是这样吗 我现在是带着耳机 跟大家这个说话的 我们这边没有都很好 哦 好 好 那如果这个长腹出来现了问题 那么它的这个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脾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运化水湿 如果脾的运化水湿的这个功能不够的话 那么这个水湿太过了 我们都知道脾作为土来说 它是洗澡而务湿的 如果它的功能不足 那么湿血就会泛滥 那么它的湿血泛滥导致这个大成小肠 它对这个水的这个必别清拙和这个重吸收的这个功能不及的以后 它自然就会导致这些大便方面出现的问题 那么后面它的症状 脾微而虚者 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了啊 就是脾胃 它是这个 就是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我们这个饮食要通过 胃家 也就是脾胃大肠小肠 它们的共同工作以后 然后把这些水骨的精微变成气血 供我们人体应用 如如今它现在功能不足了 那么气血的生化就会啊 就是减弱 那么脉就会施养 重现出现脉微而虚者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小普比昌 它的这个症候 这些表现的症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这个药物 这些药物我们 好像以前都都提过啊 都提过 我们就是再复习一遍 下面这个 加减啊 我就不仔细说了 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 我们中医这个治病呢 按照传统来说 它是有变病论治 有变症论治 还有呢 对症治疗啊 就是对症加减的 它每一个啊 怎么说呢 就是说层次上有不一样的啊 那么对症治疗也是之一啊 我们中医的之一 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环节啊 那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近现代中医啊 对这个中医学两大基本啊 就是特点的这种认定就是辩证论治和整体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啊 当然现在有有学者提出辩证论治啊 是不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啊 之一也值得怀疑 整体观念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辩证论治是不是他的这个提法 是我们中医学两大基本特点之一 这个还值得商趣啊 那么对于这个层次 这个更更更低一些的这种对症治疗 我们就啊 先不详细减了啊 我们先看看啊 这个小谷皮汤 这个军药啊 这个我们我记得上次是讲过是吧 啊 因为我还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讲到人生呢 然后又提到了这个党生 我还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英国的一个中医同道 啊 他的老家呢 就是应该是东北老家啊 然后呢 他可能在山西也生活过啊 所以在他的母亲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病症的时候 他呢 觉得这个可能啊 他用自己的话说叫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刀瓣啊 这个他给自己的亲人啊 开药处方他心里没底啊 所以他想让我帮忙帮他开药 然后呢 我就提出来啊 我说你这个 不管是你家里有好的人生还是党生都可以 哎 他说我是东北的老家 那那个东北的吉林野山生啊 当初是流藏着的 那这个山西的这个党生我也有 啊 我说你的东北人生啊 我就不跟你鉴别了 那你是这个处于本土的啊 你这个当然能够找到最好的 但是你那个党生 我就是问你一句话 我就知道你那个党生是不是真的啊 啊 我说你那个是什么颜色的啊 他说是这个偏黄色的 我说那肯定是不对吗 啊 真正的党生应该 说现在是极其难以寻觅啊 因为这个传统上的这个真正的党生 他应该是紫色的才对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党生 名字叫党生 但是他跟我们古代就是这个明朝之前所说的那个党生 还是不一样啊 他是用我们现代的技术啊 这种科学下接的技术 重新培育出来的 啊 他是党生人生的最后一种杂交的品种 但是他毕竟不是原来的明朝之前的啊 山西上网的那个党生啊 那个党生是紫色的啊 好 我们看看这个人参啊 这个人参啊 大家可以看本经 神冬本草经里的未干啊 未干 他肯定是属土 所以呢 你看明依别录里边 他就说一名土经 他的别名叫土经 土之经啊 有土气最多 所以他才是土之王 我们呢 管他叫土中土 如果古人说呢 如果这个身长成像人一样的形状的时候 那么这个身啊 就效果啊 可能就通神就就更好了 那么你看明依别录里边 他就说了 他说生上榜和辽东 那辽东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辽神啊 那么这个上榜就是山西的啊 就是古人古称呢 叫上榜 现在呢 啊 就是就是 是进城啊 长治啊 这两个两个城市 他都是盆地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这个寒热的属性啊 本经说看看这啊 他是小寒 那别录说他是微温 实际上呢 他都是啊 平呢 是偏于平的啊 就是偏于中的 因为呢 我们说呢 这个中土的这个性质 他是啊 在中 他是半阴半阳 所以他是非寒非热 故为中 好 那么 这个 人参呢 如果按照他的 就是从广义上来说 那么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 这种人参呢 可以分成这个三大块啊 那么我们中国的东三生 这三省的辽集黑 这三省的辽参 还有现在的朝鲜半岛的 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和韩国的这个高丽参 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西洋参 那么这是广义上的世界上范围比较著名的 这种三大的参的品种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辽参当中呢 又以这个吉林省的辽松县所产的这个参 在辽参当中的质量是最好的 所以呢 被称为吉林参 那么如果按照生长环境的话 人参呢 还可以分为山参和原参 那么也就是野参的 我们管它叫山参 那么如果它是人工栽培的 就成为它叫原参 如果呢 按照加工方法呢 现在呢 人参呢 又可以分成了这个红参和白参 那主要就是刮皮和不刮皮的这个区别啊 那我们现代的中药学啊 把这个人参归成了 不需要啊 没有问题 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大不元气啊 富脉古多 补义脾肺 生心阳血 安神抑制啊 所以看 它的补需的啊 这个范围啊 功能都是很广的 那么在李时珍的这个焚草纲目当中 啊 他就明确的提出了啊 就是这个 他认为啊 这个 党身的这个效果实际上啊 是最好的啊 这个桃红景也是这么说啊 可以你看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 他说红景约上早在益州西南啊 这里边他说的这里边他叫党身啊 党身呢 在桃红景和李时珍看来应该是所有身边的最好的啊 比这个我们他说俗乃众百计者 就是说老百姓可能更啊 就是认可这个当时就是古代 比如说叫高丽或者百计 或者叫新罗啊 反正都是古代的朝鲜 那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啊 这里的这个身 但是这里这个身 按照李时珍桃红景的说法啊 这个身啊都没有上档的古身好啊 因为实际上我们再再往后以后我们来看啊 这个按照现代的植物学的归属 这两种身 他根本不是一类的植物啊 而且你看啊 在人身所见用多者高丽百计者啊 说陆州太行紫团山所使者 未知紫团身啊 紫团身就是古代的这个上档的党身啊 他是最好的 你看这里他说 拒不及上档的家 时珍啊 李时珍他也说啊 就是你看他古代的这个朝鲜啊 他不同 他也当时这个古代这个朝鲜也是啊 就是时而统一啊 时而分裂啊 高丽百计新罗啊 都是古代的这些朝朝鲜啊 他们的这个这个边界啊 跟这个中国的是接壤的啊 这个老百姓呢 在这个边界的可以都相互的做买卖啊 你看看他在这里说一下啊 那儿的身啊 东北的这个刘身 他说于十月下 下种如种菜发 啊 这一句话就提示啊 野山参可能还会好啊 但是如果是这种啊 种植的这种原参啊 他是按照蔬菜啊 来这样种植处理的 他这个药效肯定是不及这个党身的 那么我们看看啊 哎 这个党身啊 按照现代的这种就是植物学的这种归属 我们可以看看啊 原来古代的这个上党也就是啊 现在的长治和进城 这两个地区是 这两个地区所在的长治盆地和进城盆地 他们生产出产的这个是党身啊 这个党身啊 这个党身 他的就是植物归属是属于节梗科 而啊 我们啊 东北三省的这个辽身啊 朝鲜身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这个西洋身 都是属于五家科的植物 所以这两种 身啊 应该如果按照现代的这种植物学的归属 根本就是两类的植物啊 那么外形上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啊 这个东北深啊 高丽深 他们的外观的颜色啊 都是土黄色 如果把皮刮了呢 就是白色啊 那而这个山西上党人身 他的颜色是紫色 所以古代称他叫紫团身啊 这个啊 我举的那个例子 我也说过啊 就是就是 我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同道 跟我说的 他的这个存的那个上党的这个身 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啊 因为很难得了 古代的这个上党的人 是皇家的贡品啊 然后呢 这个党身的也好 人身也好 他这个对这个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环境要破坏了 他就很难的生长生存 而古代的这个上党地区呢 这个植被是森林非常的好 但是同时呢 他不但这个是他的这个党身是贡品 他的这个森林的这个原木也是贡品 因为这里的这个森林 这个木特别好 所以皇家呢 又在这里边就是砍爬这个森林来建造宫殿 那么如果长期的砍爬以后 他就把这个森林和这个植被破坏了 所以这个党身呢 他的生长的环境啊 就被破坏了 最终呢 又因为战乱还有其他的人工 所以呢 这个党身最后应该是就是啊 怎么说呢 就是灭绝了 很可惜就是灭绝了啊 到这个宋朝的时候啊 大家如果看个这个北宋审阔写的这个孟希彼谈 他就啊 谈过这个事 他记载了 他说王金宫并传 要用子团山人参不可得 他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说的就是王金宫就是指的当时的 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得了这个喘病 大夫呢 给开的这个医子 就是药方里面这个药 药这个上党的子团身 但是在当时你想宰相 想吃这个子团身都找不到了啊 所以就带到明代啊 这个党身已经基本的绝迹了啊 很可惜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党身 他实际上是通过啊 现在的这种技术啊 通过这种啊 技术 嫁接的技术啊 改良来的 跟我们这个古代的这种党身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他的效果应该是打了折扣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中药学啊 那么把这个杰梗科的这个党科党身呢 也跟人身一样归类为这个不需要啊 他说可以补匹密费啊 羊血生金 那么后世啊 把这个不管是党身也好啊 人身也好啊 推举为这个中药四大金刚啊 这个我们反复提过几次了啊 大王卸下第一 人身补弃第一 父子温阳第一 第一啊 帝皇资因第一 那么我们讲这个武藏的大小补方 一共是十二手 那么用了这个党身人身的 就是这个大补心包汤啊 小补匹汤和大补匹汤 这是我今天讲的 我们讲过前面讲过 辅行诀啊 实际上是四大核心机密啊 其中第三大核心机密 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土一家啊 大家要使用把这个理念到要抓住 才能学得好啊 那么这几个方子都用了这个党身人身啊 而这个人身党身就是最能体现活土一家理论的一个药啊 如果简单一点 你也可以理解成啊 心脾同质的一个药非常好 那后面啊 就是甘草啊 甘草呢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药我们啊 就是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好了啊 这个中药学呢 把它补成补需要啊 归类为补需要 那么它是未干 肯定是结束土 又具有火性沿上的功能 所以它是土中火 那么它的应用是很广大 二十四手方里边啊 有七手啊 而且都是补方啊 就是占了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们前面讲出那个规律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是卸方的时候用甘草 我们是用生甘草 那么我们今天讲补啊 就是小补 皮大补皮 我们都是用质甘草 还有一个规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姜的规律 是吧 我们补的时候都是用的甘姜啊 那么蟹的时候用的是生姜啊 因为呢 因为呢 甘姜和生姜呢 它还是从这个五行护含的角度分的比较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甘姜呢 是木中水 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我们在补方里用甘姜 如果跟这个甘草搭配 就是甘姜与炙甘草搭配 而生姜呢就与这个生甘草搭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补皮汤的三味药 然后还有一个化胃 这个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提啊 就是这个猪 这个猪啊 神农本草经理啊 这个猪 他说是胃苦啊 胃苦的话 它五行的大类肯定是属水的啊 那么明依别录 也就是桃红景的这个著作里边 说猪胃肝 所以呢 它五行小类是属统的 那么这个猪啊 它的五行护含的属性 就是水中土啊 所以呢 这个猪就是我们说的啊 水土合得的一位代表重要啊 我们说四大核心基因啊 就是前面我们都说过三个 第四个就是这个水土合得啊 水土合得啊 我给大家简单的就说一下 你就记住啊 水土合得实际上啊 你看火土一家 不管是水也好 火也好啊 还是我们说的金和木啊 金和木就是在东和西 那水和土呢 也是一上一下啊 不管是东西南北上下 它之间都要发生作用 发生作用 它发生作用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都要通过中来发生作用 都要通过皮土来发生作用 啊 所以都要有土 那么实际上 这个左右 他们之间的这个作用 在交互作用 在俯行诀 就是交互金木 这个是我们实际文师以后 在终极班啊 在讲这个二段四神大小方的一个理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寄寄水火啊 寄寄水火就是上下的问题啊 那么在前面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火土一家和水土合得啊 火土一家前面 咱们就是仔细的讲了 水土一家水肯定就是渗水 土呢 就是皮土 这两个也要和才能为德 啊 简单的一句话 给大家 大家就理解了啊 这个实际上 它的本质很简单 就是造失平衡啊 就是人体的这个水 和这个土 皮土和肾水 就是二者之间 要达成一个造和湿的平衡 既不能太造 太造则 这个肾水会受损 也不能太湿 太湿则皮土受损 啊 就是干了不行啊 这个水太多了 泛滥了也不行 这就是水土和德的一个本质啊 那么水土和德的这个有两位重要重要 今天我们说了那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猪啊 那么猪我们现在是分成白猪和仓猪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要在这位虽然是我们今天的化为但是我们要重点讲一下啊 因为这个药你可以把它作为化为用量少说小一点 但是临床的时候需要用的时候你也可能把它作为啊就是这个这个啊 尘药甚至啊你可以把它作为军药来用用啊 好 就是猪啊分白猪和仓猪 你看根据这个桃红井的本草经集住啊神东本草经集住 他就把这个猪说是分成两种的一种呢是白猪 一种呢他叫赤猪 当时他这个年代就是处赤赤猪 也就是现在啊就是啊我们管他叫这个仓猪啊 白猪呢胃呢偏于肝啊 啊那么仓猪呢就偏于苦偏于偏于肝的啊那么他就应该更偏向于皮土如果偏于苦的他就更偏向于这个啊这个渗水 这一种啊他就是造尸的效果可能会更强那么白猪呢可能健脾的效果会更强啊 啊在伤寒杂病论里面他都是用白猪 没有啊就是炎剂这个仓猪 我们看现代的中药学啊对这两个药也是做出了比较好的这种分类啊 仓猪呢就被归属为化石药啊 啊而仓猪呢从这个道地药材来说那么江苏毛山一代质量最好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叫毛毛仓猪 实际上这块是不是啊就是炮红井啊归隐修道的地方呢 是吧啊那么白猪呢在现在的中药学里面他被跟啊党神人神啊一样是归到了补气啊补气的药 那么现在中药学里面还说了啊这个他还要这个加工的方法啊炮制的方法不用如不一样 他的呃建议也给出了如果是造势沥水他建议你用生用那么骨气健脾啊就是炒用 健脾纸屑啊甚至可以炒焦来用那我在用一般的我用的时候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敷炒白猪 那么这个白猪呢它的地道药材它是这个浙江雨浅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有层玉珠啊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辅行诀呢我们现在讲啊小补脾大补蚁都是补方 在这里呢我建议呢啊就是我们还是用白猪前面我们讲那个小蟹脾汤蟹脾呢它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它是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如果说从伤寒论呢它是这个四米汤啊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辅行诀里呢它这个加减法它并没有提到这个仓柱 但是我我自己啊我认为啊如果我们用它来造势的话我们可以用仓柱啊 这是根据毕以苦诗即使苦以造之啊 根据这个理念我们可以选用这个仓柱啊 嗯还有水土何德啊我们就割到这个呃今天我们说一位啊就是这个猪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福灵我们啊哥到那个渗水部分啊给大家讲 嗯嗯嗯嗯 看看 嗯嗯 小补脾汤的这个方姐啊 啊陶云脾得再缓 啊陶云脾沉啊 我们来看看啊他的这个三味药 那军药啊军药就是人参啊党参那么辅尘药就是治干草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是不是这个炙肝草的五行小类的这个属性是属火 火生土 所以它是来辅助这个人参党参的 所以它是辅尘药 那么尖尘药就是这个肝浆 因为肝浆它的五行大类是归到了木 木是刻土的 对吧 所以它这个炙肝草和人参是站在同一侧的 而肝浆是站在他们队里面起这个监督作用 起反反阻之作用的 那么它的用量跟军药陈药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归类我们把它归到奸陈药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白珠 因为它为什么它是左呢 它是因为它的这个 它的用量 它的用量只是前面军药和陈药的用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 它是把它归为是化祖药 因为呢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前边的这个军药 它是土未干的 陈药它也是土未干的 那么这两个干和后面的干姜的这个心就是干心化苦 所以这个是一个 和化是一个苦 然后家的这个猪又是一个苦 两个这个苦是什么呀 它可以解除脾作为本葬的痛苦 是不是 我们以前举例子的时候 就是 孙葬它是本葬所克制葬 但同时呢 又是解除本葬痛苦的这个用味 所以干心化苦 苦可以解除脾的苦 脾是洗脚而勿施的 如果太施了 对于脾来说就是痛苦 它的苦要通过 它的孙葬 也就是它所可克制这一葬的用味 苦来解除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每次不是都是要用一个图 这样可以一目了然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小补脾汤这四味药 那是不是就是这样 两土一目一水 两肝一心一苦 常补一泻一化 所以它组成了这个小补脾汤 我们前面说 阳尽为补 其数为期 那么现在是脾土虚 那就是就是脾土不及 它是用虚 用虚而体实 所以我们应该 所以我们应该 补用 而泻体 那么我们对照这个 唐野精图 我们从 脾土的这个用味杆 来做起点 逆时针方向旋转七个位置 从这一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不是到了这个肾水的这个体位肝 这两个肝我们就用一条虚线把它连起来 两肝同气相求 以肝胃来补皮土之用味 所以它叫以肝补之 那那也就是说 这五味药 它都是用胃肝 所以它化到胃肝结属土 都是皮土 那么这里有药精 皮土的药精有五味 那么我们为什么 在这个小补皮汤里边 就选这个人参和这个炙肝草来补皮 而不选呢 怎么没选这三味药 肝草 茯苓 山药 当然它也可以 但是我们小补皮汤 选的为什么是这两味 更经典的药来组方呢 首先呢 人参和治肝草这两味药 五行大类都属土的肯定的 它用为肝 是补皮 皮土之用 所以是以肝补之 那么人参作为小补皮汤里的这个菌药 它是土中土 土气是最纯正的 我们以前说过 所有的这个王药 就是不管是木王啊 火王啊 土王啊 金王 水王 它之所以能成君 能成王 是因为它的血统是最纯正的 就像我们这个皇室 不就是讲血统吗 因为它都是家天下嘛 你不是我们这个共同的这个血缘 那你就不是这个皇室的这个成员 木中木 火中火 土中土 金中金 水中水 它才能称为君 或者是称为王 那么这个炙干草呢 它是土中火啊 那么它五行小类是火 火生土 所以根据啊 这个它是来资助 它是能最好的资助人身的一个辅助的药物 它是人身的最佳搭档 所以把它啊当作这个辅尘药 那么这里的干浆啊 它是木中水 它五行是克土的 因为它是它的这个五行的大类 大类是用味新的 那么这个前面也刚刚提到了 我们这个是什么呀 以心谢之 对吧 心谢之 同时这个药还可以来避免这个人身和炙干草 补益太过而导致的滋溺 啊 爱味啊 所以这是一个生中有克 补中有谢啊 所以这个药 它呢 是作为奸臣药的 人参治干草 用味干和干浆的用味心 干心化苦啊 这是第一个苦啊 然后白猪呢 水中土 你看在这儿呢啊 这是水中土 五行大类属水 这是第二个苦啊 那么皮土体用干心化苦 再加上这个胃苦的白猪 这两个苦都可以造失啊 所以说前面 这个方解啊 皮苦失啊 即食苦 以造失造之 那么由于它这个白猪的用量 只是前面君药和陈药用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啊 它是属于左药 所以这个小补皮汤 它就是两补皮土之用啊 然后一补皮土之体而泻 皮土之用 就是这个干浆 然后呢 一个化为白猪除皮土之失啊 就是这样的 它是两补一泻一化 这就是小补皮汤的方解 我们看看它的用量和肩服法 啊 右方四位 以水八升 竹曲三升 温服一升 日三服 那么 这个啊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 这个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啊 这四位样的一共啊 是十两 那么用我们呃 现在的说法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几乎是八十克 那用八升的水 就是我们现在一百一千六百毫升的水 竹曲三升 就是兼曲这个药汤六百毫升 那么这六百毫升怎么用呢 就是温服一升 日三服 这是小汤的一个通用的服法 就是一定要温啊 温着服药 每次呢 服二百毫升 每天三次 把这六百毫升的药汤喝完 这是小补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大补皮汤 那大补皮汤啊 至辅丈大 饮食不化 食字土利 其人枯瘦如柴 利不可动转 干渴汗出气急 麦威尔食节者方 大汤的这个症 都是在小汤的这个症的基础上 发展加重而来的 他呢 如果这个大家 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原文呢 是这个就是整定稿的 还有一个版本呢 就是这个藏经洞本复原稿 在那个宝里 他还有一句话 叫脾气大脾 就是说这个 作为这个胃家的 这个脾胃大肠小肠的 这个功能 都是大大的不足了 所以他这个 从症状上 都是加重的 不能饮食变成了饮食不化 那么这个 这个土力 前面他已经输了 大家看看他这个 这个症候啊 你看 枯瘦如柴 这就是大肉以脱的表现 对不对 那皮主肌肉四肢 那这个枯瘦如柴 那而且他 这是从形的方面来体现的 后面他这个 你看他这个症状 利不可动转 就是这个 连这个转身的力竭 似乎都没有了 所以可以想象 从这个症气损伤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这个症候 有多严重 那么下面的 这三个症状 干咳 汗出 气疾 实际上 它都是一个 什么呢 我们说是母病 疾子 就是我们现在 本病 它是痞 土 痞土生 肺筋 那么如果 母病 疾子 产生到 就是这个 出现了这个 肺筋的 这个不足的时候 那么气肺的 气阴两伤 就会出现 很典型的 这个表现 干咳 汗出 气疾 那么你看 他这个 脉的 这个表现 就更严重了 前面 只是 虚 后边 还出现了 结 因为这个 腐行 觉得这个 脉法 他没有像 伤寒 论类的 脉法 那么详细 有的 篇章 他有 有的篇章 都没有 这个脉法 但是我们 要知道 这个 结脉 实际上 还是 很严重的 也就是我们 现在 现在医学 说的 这个 有这个 间歇脉 不管 他是 只有 定说 还是 只无 定说 你要都知道 只要出现 间歇脉 他就从脉 向的 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病 就已经是 比较重的 情况 那么我们来 看看 这个 加减的 这些药物 麦门东 本经里边 他说 他是胃肝 对吧 然后 在这个 陶宝景 自己的 这个 明依 绝路里 他并没有 明确的 表述 麦门东 的这个 位 但是在这里 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话 叫 定废气 那么 前面 我们已经 实际上 讲过 提过 这个药了 这个是 这个麦门东 这个古代的 这个大多数 这个本草 他并没有说 他是 胃酸 属金的 这个 记录 那么 为什么 在这里 他能 就是 五行 护寒 里边的时候 麦门东 能变成 就是我们 说的 这种 金中金的 这个金王 大家可以 看一个 这个 现代的 中药学 是一个 佐证 现代 中药学 我们把 这个 麦门东 归成到 补阴药 说他可以 养阴 润肺 易胃 生金 清新出关 这是 他一个 胃酸 属金的 一个 依据 另外的 一个 依据 就是 他的 这个 功效 大家可以 返回来 看看 本经 和 这个 别路 他的 这个 功效 那 一支镖 先生 就认为 麦门东 他四季 不雕 他的叶子 越到 冬天 越冒盛 非常的长 他顽强的 这种生命力 跟他的 这个 叶系的 发达 有关系 那么这个 叶呢 就相当于 人的 就是植物的 这个叶 就像 像 像人的 这个肺一样 起到 跟这个 外界 做 气体的 新陈 代谢 还有这个 代替水 叶的 这个功效 所以 一支镖先生 认为 他有助于 肺筋之气 所以 他把它 归成 金 那么 可以看看 他的这个 本经 和他的 这个 这个 名义别路 他里边 治疗的 这些 也都跟 金 肺金 或者是 跟胃 有关系 扬名 造金 也有关系 因此 我们把 这个 麦门东 把它 定义为 这个 金中金 另外 还可以 有佐证 就是 我们这个 商汉杂军论 里面 就是这个 金粹要略的部分 有一个 麦门东汤 麦门东汤 他的 军药 肯定就是 麦门东 是不是 那一个 正后 麦门东汤 他所 煮的 这个 正后 他的 主要的 病位 就是肺 他的 这个 张 张仲景 总结 他 这个 正 就是 叫 大逆 上气 那也 就是 肺 气 上逆 是 麦门东汤 所 煮的 这个 正的 核心 所以我们 从 这几个方面 本经 明依别录 金粹要略 还有 现代的 中药学 这几个方面 来 综合 来看 我们把 这个 麦门通 麦门东 麦东 定义为 金中金 他是这个 金中之王 下面 五位子 本经 当中 说他是 胃酸 酸 肯定是 属金的 然后 我们 重点 看看 他的 这个 本经 书中 这本书 因为 这个 其他的 这个书 这个 尤其 明依别录 他也没有 明确的 提出 他 五位子 到底是 哪 以 哪个位 给主的 那么 在这个 本经 书中 里面 书中 里面 他 就说了 五位子 这个要 五位 五位子 他肯定是 以五位 俱全 而 著称 但是 他 那五位 俱全 他哪一位 最多呢 这里 告诉你 大约 五位 贤 俱之中 酸 为胜 苦 赐 之 酸 为胜 那也 就是说 他 尽管 五位子 是 五位 俱全 但是 他 以酸 为主 为酸 结属 金 是不是 所以 他五行 大类 是归到了 这个 费金 这一点 在现代 中药学 也有 这个 佐证 我们 这个 最 我 查的 这个 最新版 的 这个 中药学 就是把它归类为收色药 而且具体的把它归到了脸肺色肠药 肺 这是作为脏 它是阴金 是不是 那这个肠 是不是 也是 属金呢 肺与大肠相表力 是不是 一脏 一辅 那么在中药学历 说它的功效啊 收敛 顾色 意气 声音 补肾 凝心 所以五位子啊 它是五位俱全 但是 它是以酸为主 因此 它五行 大类 属金 那么 由于它五行 俱全 含有 刚位 它的五行 小类 一个是 是 土 所以它是 金 中 土 这是它 一种 五行 这个 护寒的 一个表现 它还有 另外一个 五行 护寒的 属性 就是 火中 木 因为呢 这个 它五行 俱全 是 属土的 火土 何德 但是它的 果肉 和它的 那个 和呢 又都有 这个 咸味 所以呢 咸 属 火 然后呢 它的 和当中呢 又具有 这个 心 位 因此呢 它的 另一种 五行 小类的 归属呢 是属 木 所以这个 五位子 五行 护寒 它这个要 很复杂 所以它的 属性 也很复杂 它有 两个 五行 这个 护寒的 这种 属性 一个是 金中 土 另外 一个 是 火 中 木 那么 我们看看 十二手 补方 当中 有七手 方 都用了 五位子 占了 百分之 六十的 比 它的 使用 这个 也是 很广泛的 悬浮花 我们这个 前面 也是 重点 讲解了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的 特殊的 这个一位 这个药物 是吧 啊 它的 这个 五行 归属 我们 啊 把它 归到 火中 木 这个前面 讲了 我今天就不 这个 仔细的 这个 说了啊 因为 这个 但是我们前面 说过的时候 啊 就是我认为 现代中药学 把它化成 这个 归属成 这个 化痰止科 平传药啊 是值得 商榷的 我认为呢 它还是 归为 礼器药 啊 就是 更为合理 因为呢 这个药 它就是 调生酱的 一个 非常 好的药物 它既能生 又能降 啊 这个 无论是 桃红井 还是 张仲井 啊 都是用它 它这个 就是天生的 具有啊 这种 生轻降灼的 这个作用 既能生 又能降 所以啊 它这个 这个药物 本身 就有这个 生降的 这个特点啊 生轻降灼的 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又是 其他的药物 所不具备的 所以啊 这两大 这个 医生 都 用这个 旋服化 而且呢 旋服化的 这个应用 啊 还是很广的 我们来看看啊 大补匹汤的 这个 方节 啊 那么 所有 我们说的 这个不管是啊 大 谢方 还是 大补方 都是 方中 有方 那么 都是 这个 母子 同志的 而且是 补中 有谢 或者是 谢中 有补 补蟹 都是同志的 那么我们现在 做 啊 我们用的 今天我们讲的是 大补匹汤 匹是土啊 那他呢 子呢 就是土 生金 那就是费金啊 根据 难经 这个七属难啊 子能 令 母须 母能 令子时 就是这个理念 是不是 他把它变成了 虚则补其子 和实则谢其母的 这个理念 那么在这个 补方当中呢 他就用的 虚则补其子 那就是 本脏和子脏 同补 那么本脏 就是 皮土 子脏呢 就是费金 所以这个 大补匹汤 他就是 既补 皮土 又是 补费金 但是他还是 以补皮土 为主的 啊 你看 他这个 补皮土的 这个 都是3333 啊 那么补费金的 啊 他 加的这个药物 啊 麦文东 五位子 玄伏花 只有这个 麦东 他是用的 三 而后边 两个都是 用的 一 啊 所以呢 他是 虽然是 补皮土 和费金 但仍然是 以皮土 为主 然后呢 又补了 这个费金 啊 这个又是 既是质 也是 啊 怎么说呢 亦是一个 治疗 又是一个 预防啊 就是 他前面 他这个症候里面 也体现出来 费金出了问题了 啊 你也可以 同时治疗 这个费金 那么从这个 治胃病的角度 也可以说啊 就是 心安 未受血之地 那实际上 这个大补皮汤呢 就是这个 前面我们讲的 小补皮汤 加上 这个 他这个 子葬的 小补肺汤 然后 把这小补肺汤的 有一个 左药 细心 把它去掉啊 这个 这个方子 具体 我们 呃 就是下一次课讲 啊 所以 这个方子 它是 本脏 和子脏 同补 啊 脾肺 同补 呃 就是 使得 本脏 脾土 得到了 子脏 肺金的 资助 那也就是 把这个 难经 子能 令母时的原则 转变成 须则 补其子的 质法 啊 然后 有一个 徐大声 他所说的 就是 强土 得金 方化 其丸 那 补子脏的 这个 小 补肺 汤 去掉了 这个 左药的 这个 化味 细心 啊 选择了 原来的 这个 小补肺 汤的 这个 军药 麦门东 啊 然后 这个 辅尘药 五味子 奸尘药 玄复花 这三味药 对于 子藏 费金来说 他是 两骨 一蟹的 祖方 格局 那么 整个的 这个 大补脾汤 他就是 由 针对 本藏 皮土的 这个方子 两骨 一蟹 一化 啊 化是除 皮苦湿的 然后呢 这是四味药 再加上 这个 小补肺 汤去掉 这个 化味 细心的 这个 这样一个 紫藏的 一个 变化 方 形成的 一个 大方 或者我们叫它 合方 根据 这个 药量的 变化 把它 最后 形成一个 新的 君臣 左的 三位 一体的 一个 新的 体系 形成了 一个 一军 然后 三臣 啊 三左的 一个 祖方格局 啊 就是这样 啊 这呢 就是 大 五匹 汤的 一个 方节 我们再看看 这个 用量 和 肩幅法 右方 七位 以水 一斗 竹取 四生 温 福 一生 日 三 夜 一 福 这个 也是 没有什么 特殊的 因为呢 这是 大方的 一个 经典的 一个 肩幅法 啊 尤其 这个 福法 日 三 夜 一 福啊 那 全方 整个 这个方子啊 补方嘛 都是 大补方 都是七味药 那么它的量 是食物量 相当于 现在的 一百二十克 啊 以水 一斗 煮取 四生 那就是用 两千毫升的 水 然后 经过 煎煮 取 药汤 八百毫升 啊 每天 啊 白天呢 啊 要 喝三次 啊 那么 夜里 还要 加福 一次 啊 你想想 他都是 大肉 已脱 啊 力 啊 不能 转侧 想想他 这个 这个人 啊 瘦小 枯干了 啊 这个 这个 呃 就是我们 说的 皮肚 肌肉 四肢嘛 他的这个 大肉 都脱了 这个时候 要想让 他尽快 的 归附啊 我们还要 给他 晚上 本身也要 加福 一次 那么用 现代医学呢 来说呢 就是这种 对于这种重症的患者 要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血药浓泽啊 所以呢 在夜晚 加福一次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 呃 皮肚们 就是前面我们讲了 他的这个 呃 就是 大小啊 啊 蟹皮啊 那我们今天讲了大小 补皮 然后我们再把两个 一补一蟹 啊 都 总结一下 像我们前面说的啊 心身虚实辩证 都给他总结一下 啊 那么 皮土 皮实了的啊 它是用实啊 皮虚了 它是用虚 那么就有了我们的这个干补汁的啊 小补汤 小补皮汤 大补皮汤 还有心蟹汁的小蟹皮汤和大蟹皮汤 那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症状 按腐行诀啊 来讲 就是这样啊 啊 那么 这种 呃 这种情质方面 这种心的 这种 呃 我们说的这个情质 精神 情绪 这些方面的 这两 呃 腐行诀呢 没有在症状当中 有明确的一个 提示 他只是含糊 比较模糊 比较笼统的提了一句 叫五脏不安 那如果我们用啊 我们这种中医的经典思维来分析它的话 我们这个皮 它是在质为斯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它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精神 情质 心理的这个问题呢 啊 那我的这个临床体会就是这样 啊 有一种啊 它的这个我们说 脾食 它这种用食 它是什么呀 这种患者啊 它是什么呀 用脑过度了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不能停止思考 我在英国的这个病人里面啊 在问到这一点的时候啊 很多的患者 他们的表述 大多数是这样 就说什么呀 他说 I can't stop thinking 他说 我不能停止思考 就是 只要他这个醒着啊 睡了觉 他可能也还在在梦里 他也在这种挣扎纠结的啊 他只要是白天的时候 他就是老老在 不是不刻的 不在很费力的 很辛苦的 在想事情 对于一些事情 他是一种啊 担忧的这种状态 这是我的临床的体会 就是 匹食的时候 在治为私的情况下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 这种精神情绪和心理的一个状态 那么啊 反过来的 匹虚 他用虚的时候 是什么呢 啊 他的表现 往往是这样 他是不能集中精力 思考 容易走神和分心 这是我的临床体会啊 就是这个患者 他说啊 一般的就是 I can't concentrate 啊 或者说 I can't focus on 什么样啊 那就是 不能把他的这个 精神集中下来 比如说你 他学习也好 他看书也好啊 他就是 学不下去 简单的说 就学不下去 这个可能看着这书 一会儿就走神了 不知道又想什么 想什么去了 这是啊 匹 匹土 在治为私的时候 用虚的时候的 一个啊 临床的这种精神情绪 心理方面的一个体现啊 这是我的啊 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临床体会啊 跟大家啊 一体交流啊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两个这个病案啊 第一个啊 他就是一个 这个病案 不知道前面讲 讲没讲啊 就是一个焦虑症 抑郁症啊 就是一个 anxiety depression啊 这么一个情况 也是一个白人的男性 法国人是小伙子啊 这是设计师 他这是我记得以前讲过这个啊 讲过这个病案啊 这个 但是人的这个状态 他不是不在变的吗 前面我们最开始的出手枕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用的这个补肝 后边他的状态在变 我们这个方子也在变啊 后边我们就用到了这个补肥啊 那么他呢 就是这种 他是做这种设计 他是这种创意设计 所以他这个设计就是还要求就是这种unique 就是这种独一无二性 每次都要有创意 不能这个雷同 所以他说他每一个工作都得有一个那个deadline 就是一个截止日期 在那个截止日期 他就要有一个就是一个good new idea 然后才能够就是有这种创造性的思维 然后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啊 那么他这个工作导致他呢 就是患上了这种焦虑症和这个抑郁症啊 也好几年了啊 虽然岁数不大 但这病史已经好几年了 他一直在吃这个啊 这种antidepressant这种药啊 啊 外国人他特别啊 第一我我们以前讲过了 这个由于这种文化不同啊 我感觉呢这种西方人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这种抗压能力 没有我们东方人 没有我们亚洲人这个好啊 就是我们亚洲人可能这种由于文化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吧 我们这种心理承受能力要比他们好得多啊 也可能是多灾多难以后 我们这个训练出来了 这个西方人的这个 他是动不动就崩溃了啊 动不动就就是什么frustration 要不就stress了 要不就就depression了 反正就是心理问题特别的特别多 而且他就是普遍的比这个中国人啊 要患这类疾病的要要更多啊 而且也很容易就出现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看他本身有这个病 那么2020年的这个伦敦第一次因为这个新冠疫病毒疫情分成啊 他呢就因为这个就加重了啊 我这个很多病人 现在很多病人都是这样 我现在治疗的病都是一封城 哎呀和没有自由了 反正就啊 这个加重啊 然后你看他的这些症狗还挺多啊 那么在第一诊的时候 我们摸他的这个脉 但是这不是难的吗 心肝肾左官不及啊 那是肝目不及 所以我们是针法和药法都是来补这个肝的 用的这个小补肝针啊 大补肝汤的啊 又加了酸枣仁啊 我们以前也提过了 为什么要加他啊 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你看到第二诊症状改善了 是吧 然后脉还是这样 还需要继续做 所以这个针和药没有变 继续 那么到了这个第三诊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 这个是我们上一讲的时候提过了 是不是 我还跟大家讨论 就是能不能用我们的啊 辅行爵的小小蟹痞或者大蟹痞啊 我认为呢 和还是不太合适啊 从脉象上 他是这个右官 那男子的这官 那就是痞是不是 这里要跟大家交代清楚啊 我们有的人他在这块 他老想清楚 那痞太过 可不是说我们这个皮的土太过啊 这一点一定要你要弄清楚 这一点你没弄清楚 这个就是这个思维 他会出现一个障碍啊 这里的他如果脾脉这边大了 他不是脾土大 也不是脾气特别的多了啊 而是他这个失血太泛乱了啊 是他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尸平衡 这块啊 出问题了以后 他疲苦湿了啊 失血泛滥了 但是失血泛滥了以后 我们还要看啊 他这个诗是寒化了还是热化 如果寒化 那他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舌胎 是吧 寒化的 他应该是寒 他有冷的表现 从这个胎的来看 他应该是白胎 白逆胎 如果是黄逆胎了 黄后逆了 那他就是热化 那就不是寒湿了 而是湿热了 我们这个张仲景和这个 陶宫景 他们这个年代 根据这个五云六气的 这个六气大思天理论 在他们那个年代 就是由于五云六气的这种归属 就容易出现寒湿的这种转化 而我们当代啊 根据六气大思天的这个理论 我们现在是烽火之年 他就容易热化 容易热化的时候 我们啊 我自己认为啊 就不太适合用这个四腻汤 或者说用这个小蟹皮 大蟹皮 因为那个他都是温啊 温的 新温的这个药 所以呢 我们第三诊 我们前面讲过了 真法可以啊 你可以用这个小蟹皮 但是你这个这个药法 就要慎重了啊 所以没有用这个小蟹皮汤 而是我用了一个香沙六菌汤 但是呢 把这个里边的这个香 也就是这个木香 变成了香腹 啊 然后又加了一个半下啊 这个为什么要变成香腹呢 不用这个木香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香腹 它解育的效果 要比这个木香啊 要好得多 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月菊丸吗 啊 那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香腹啊 所以我呢 在这里第三诊的时候 给他用的是啊 就是香沙六菌子 但是把这个木香变成了香腹 啊 那么他到了第四诊的时候啊 这个情况啊 已经改善很多了 他已经跟他的这个西医的 这个主治医生在探讨啊 就是要把他现在服用的这个 抗抑郁药减量了啊 从中医这块 他的这个蛇脉啊 这个时候你看了 他的这个胎 已经没有那么腻了啊 但是呢 还是呃 薄黄的 还是偏这个热化 那么所以呢 我还是没有用这个小蟹皮 而是继续了啊 上面的香腹杀人六菌汤啊 香沙六菌 但是是香腹啊 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啊 供大家参考 哎 到了第五诊的时候 你看他的这个状态就更好了啊 他前面因为这个病情加重 他就不得已是停工了啊 这不是还不是还不是因为这个疫情封锁不能工作 而是他已经那时候就是说算算是崩溃了 不能再工作了啊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啊 到第五诊的时候啊 他已经重新开始工作两周了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啊 麦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他是右官太过 那么是不是我们说的匹师啊 哎 那你可能会有疑问了 啊 那右官太多 你为什么匹师你没有用小 就是泻几汤 你下面还是用了一个补匹呢 这个是不是用错了 啊 我自己认为啊 没有用错啊 那么左耻不及啊 这个 那么作为一个男性来说 他肯定是肾虚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小补肾汤啊 这个是我们后边再讲啊 那这个肯定是对应起来没有问题 你这 但是这儿可能有同学就会有疑问啊 为什么没有用小蟹脾汤 你反而用了一个小补脾汤 是不是错了呢 我认为啊 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啊 脾 洗脚而务失 脾的主要生物功能是主运化啊 主运化水谷运化水师啊 生青 他如果太过了 他一定是失邪太过了 那么邪气太过了 那么他正正气这块 他就是不足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他的功能提高了 就能把他这个 由于他功能不足而产生的这种病理产物 把他解除掉 所以这样想 我希望啊 你就能明白 我为什么用小补脾汤 而不是用小蟹脾汤了 实际上 从张冻井也好 这个桃空井也好 他对于这个脾 吐出了问题 都是这个在这个从邪气的角度 他都是失邪太过 但是他用 他对这个失邪 用的这个解除的方法 因为那个时代 他们那个时代多于寒失症嘛 所以他对这个书邪 用我们现代中医人的理解 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呢 就是去失 另外一个就是健脾 那么他那个时候寒失多 所以他是用的心温的药 来用的这种温法和心的散法来煮方 那么我们呢 也可以借重这思路 但是我们前面讲这个大小蟹脾汤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一定要把这个吃的这个寒话 还是热话要分清楚了 寒话用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热话 小大蟹脾汤似乎不太合适 我们就要用别的方子 来这个给他变化一下 那你如果不以去邪为主 然后你提高正气来的力度 就是健脾的同样 改善了脾的用的功能 那么他自然他的病理产物就会消退 好 我这个掰开了揉碎了 讲了 希望大家在这里没有混淆 那么第二个病例 是一个胃童的病例 而且呢 他还有这个 就是这种新冠病毒的一个感染 是一个后遗症 这个呢 是一位白人的女性 是个美国人啊 在伦敦工作和生活啊 他找我的时候 是十月份啊 还很年轻的啊 27岁 但是呢 你看他 从16岁起 他就有这个胃疼的这个问题啊 而且是反复发作缠绵难遇啊 就这么多年了 这多少年 这11年的这种胃疼的这个病史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他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 从五云六气的角度 就叫他是神机病啊 因为他这个时间很长了啊 跟他这个体质应该是有关系的啊 跟他这个五云六气的先天的体质有关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啊 这是什么呢 他2020年的三月啊 他就是通过这个检查 发现他感染了这个新冠状病毒 那么经过治疗后呢 他是 但是啊 好转了啊 但是好转是好转了 可是他没有完全的恢复 他始终觉得自己的 经过这一次病毒感染之后 他的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虚弱 就始终没有恢复到 他感染病毒之前的这个 这个状态 那么你看他的这个症状 我就不详细念了啊 就是这些 那 这个 他的这个脉疹啊 有关女性的 那肯定是肝木太过 那所以呢 我当时呢 是针法呢 他是给他用的这个小屑肝针 针 那么这个药法 我当时呢 是给他用的一个旧物 大蟹肝针 那这个方子呢 是我们中级班要讲的啊 具体 为什么这么用 那我这次就不详细讲了啊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 用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这个五脏的大蟹肝针 或者小蟹肝针来治 那第二诊的时候 你看看他的这个状态啊 就发生变化了啊 症状上 他是改善了啊 蛇和脉 也都发生了 这个变化 啊 一个是啊 太过的部分 那么就是这个左官太过 那女子这官 那也就是匹 在这里啊 再强调啊 这时候他官太过 他是尸太过 而不是土太过 或者说气太过 那不可能的啊 我们正气 永远没有说 我这个正气太多了 用不了了 没有那回事啊 这是太过 都是邪气太过了 那那不急的这块 那么他的幼齿不急啊 他是就是我们说的 向火不急啊 女子嘛 在这儿 他是向火不急 所以呢 我当时在这个针法的时候 我是我们说过啊 针灸和中药各有所长 针法呢 解食的效果更好 那药法呢 他补虚的效果更好 那我用的这个思路 还是这样 你看因为他呢 是白胎 薄白胎 所以呢 他没有出现那个 我们说的这个热化的 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用 健体去世的方法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所以我呢 又是用了小补笔汤 然后呢 在你这不是向火不足了吗 我们各在俯平局里呢 是新包向火 是不是在 所以我们就又合了一个啊 小补新包汤 把这两个方子啊 加起来给他开的药 这是他的第二诊 那么第三诊啊 这个症状上又进一步的改善了啊 就是他原来的这个胃痛胃胀 就是他这个老毛病 然后呢 最近加重的这个问题 都已经完全好了啊 完全好了 但是呢 呃 他有一个新发的症状 他就是这个 他说呢 他这个两个小小腿啊 皮肤呢 搔痒 而且呢 一喝这个牛奶就会加重啊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肯定不能再喝了 是吧 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 呃 这个牛奶 他还是 那这个 一个是容易生寒 一个是容易生湿啊 有这个生寒还是生热 往往跟跟这个体质有有关啊 有的人他就是容易寒化 有的人是容易热化 但是他怎么样 他都是会出现一个 失邪的这一个问题啊 那从他的这个舌脉啊 来表现啊 这个时候他右官 他是干木太过啊 所以呢 用的是一个小蟹干疼 那左官不及啊 他是皮肚不及 所以我来用五皮肚 那你看这儿是木 木太过 这不是土不及 这是明显的一个木刻土的状态 是不是 所以你两个小方合在一起啊 就是谢木浮土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呃 典型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五行的 翼木浮土法吗 因为他有这个骚氧的这个症状 那么我又加了一个去风的啊 就是这个经界碎 还有一个当归来活许啊 那个有这个痒 他一定是有这个风邪 我们把它这个 有的呢 他是失邪啊 甭管是怎么样 我们把它这个痒啊 对症治疗 加个经界碎 另外呢 就是治风将治血 血行风自灭 所以加了一个当归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当时开放的这个思路 哎 到了 第四人 你看啊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啊 就是这个他这上唇呢 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口腔的溃疡 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 其他的症状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而且他这个脉啊 也也变了啊 跟前面的这就都不一样了 那这时候再看 只是有一个左寸的不及了 那么左寸在于女性来说 是不是是废气的不足 那我就跟他说了啊 你现在这个症状啊 几乎是95%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你也不用再吃我这个啊 中药浓缩粉 你就扎着针就行了啊 所以当时呢 就给他做了一个小补肺的 一个这个调气 形气神同调的一个针灸治疗 然后这个病人呢 治疗呢就结束了 好 那么这个今天呢 就是我们啊 第九课啊 大小补匹汤的一个啊 讲课 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 我们啊 周六的时候 再见 啊 刘会长 哎 好 啊 汤老师 谢谢您 啊 那我们今天讲课就到这 然后 好的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就在群里发出来 然后我一有时间我就给大家解答 好不好 好的 嗯 那我们就是讨论问题什么都在那个复课群里讨讨论 对对对 我们就在那个因为因为这个还有一个不是那个啊张秘书 他还有一个监督的这个问题吧 所以我们就是有有这个探讨我们就在在我们这个复课群啊大家提问我只要一有时间呢就就给大家回答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们就不用这个在这个注目再来来来探讨了 嗯 嗯 好 好的 谢谢您啊 嗯 好的好的 那咱们讲课呢就是周六啊我们再见了好吗 好的嗯周六见 好的好的好的 好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谢谢再见